欢迎锁定时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社会瞩目的幼儿园为要按 今天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到市议会进行专案报告 也强调会以最快速度积极配合检方正办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是要很清楚的把你的作为 以及事实的真相来告诉民作 虽然今天议会并没有邀请我来 我只动到议会来 千呼万唤总算现身市议会 侯友宜宛如开启因分身之术 因为二十分钟前他人还在这 在卢州跟里长座谈 界定行程宁可早退不可放鸟 历经一波三折 总算顺利上台 那检查案特别指示 16号17号这两天 要静待他们的指挥侦办 我常说一分证据 我们才说一分话 不是证据的不要乱说话 针对案情疑点列出时间轴 侯友宜想强调的就是师傅 绝对没有慢动作 刘和然副市长说 他敢说 师傅没有任何的疏失 任何的延迟 你要不要道歉 延迟 哪个部分请议员 刘和然副市长 所以没有疏失 没有延迟 立即 目前我们所有同仁都按照 没问题 民进党议员咨询火爆 连出炮提问 要侯友宜正面回应 对 你是不是目前还不知道 他的来源在哪边 我想 师傅一定会误网误狀把他查 你是不知道 可不可以上面回答我 你知不知道 我问你知不知道 我尊重此个司法调查 绿营炮火猛攻 蓝营赶紧相救 乌龙政府 狗冠一堆 民进党的发言人说 四月面对家长 透过1999 有这个事情吗 有吗 没有 完全没有的话 博士谣言 侯友宜有备而来 长达一小时的专案报告 结束后快闪离开 能否成功阻绝火势 侯友宜内心 十万火急 TVB的新闻学会 上海江科SNG小组 新北报道 而侯友宜过去 最想办出中华民国宪法 化解各界疑虑 不过最近谈到两岸 他都会重申 西边要稳定 减少提到中国大陆 不然是东边跟西边 甚至我们往南 我都一直强调一件事 台湾要阻持世界的格局 一下东边 一下西边 侯友宜指的 到底是谁 两岸很重要 两岸不但要重启对话 也要交流 不提中国 不提大陆 把西边带入 两岸论述 西边最重要稳定 不要像民进党 几乎都不对话 也不沟通 用替代词 颠覆一般认知 似乎巧妙毕掉 九二共识 一中 敏感字 西边等于大陆吗 有的党内前辈 就怕连带死侯友宜选情 一路急转直下 存出主力轮人马 现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顾问 陈国军 也将进驻侯友宜团队 未替选情止血 但不离开 现有岗位 不过即便选情低迷 竞选的筹备工作 还是得继续 据了解 霍尔除了在自己的大阪营板桥 设立了竞选办公室 未来也有可能 在台北市的新城南路 设立自己的全国竞总 也就是去年底 台北市长讲完使用的竞选总部 毕竟蓝营重返首都执政 就在这里交给霍尔 或许也判大选延续 柯文哲说 以后要找黄国昌 当法务部长黄国昌 很开心 我可以讲 最快的方法 找黄国昌 当法务部长就好了 我们不用每一件事情 都自己会 如果当选总统 司法改革如何上菜 民众党主席空折 端出的解方 让时代力量 前立委黄国昌笑开拐 司法改革 我实在是没有idea 你跟我上课好了 结果我听了半个钟 我说算了算了 我还是聘你当法务部长 是是是 我要自己搞定什么没办法 柯P说司法改革 就听国昌老师的就对了 真的还假的 他讲话讲这么直白 这样我怎么好意思 谢谢 谢谢柯文哲主席 听到网友第一时间抱歉 黄国昌得意之情 演不住 至于个人意愿 致电本人没回应 但早在上个月 他就说过yes I do 有机会让我当法务部长 我一定去 我不会跟你绞情 说没有啦 另找闲人 空折频频对小绿周手 挖墙角 实际主席往往运能回 点破其中 不过是大选操作 裂解绿营 你眼前的黑不是黑 而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周冬景代表什么颜色 政治其实可能就像恋爱一样 虽然需要一些冲动 可能在一起 但是如果要长远发展 绝对是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辨 柯文哲还是要先当选再说嘛 没有当选去做这些 这个示好啊 合纵连横啊 那或对其他政党 他有所企图 我相信当事人 跟他们政党也会看得清楚啦 切发弊案 能不能代表 你就可以去当法务部长 过去邱毅委员 大家也知道 他揭闭是非常厉害的 不过过去好像没有人会提到说 让邱毅去当法务部长 而翻开历届法务部长 除了施启阳 马英九 陈仲谋学者出身之外 多半具有检调或法官背景 黄国昌一路走来打官司 经验丰富 至于揭闭 是否就试任法务部长 恐怕柯P还需要先当选 再来询问当事人意愿 才有意义 天文新闻 张家宝人家会 台北财宝报道 迪士尼频道去年初宣布停播之后 今天更传出旗下多家频道 包含了卫视中文台 卫视电影台 都将在今年底退出台湾市场 卫视中文台为你打开亮起来 卫视中文台2016年 这全新主题曲响起 是不少观众熟悉旋律 但年底后恐怕再也听不见 传出迪士尼13号上午 正式向NCC说明 9月底会先结束旗下三个频道 包括卫视中文台 新卫娱乐台 及卫视电影台 其余八个 像新卫电影台 Star Wars 国家地理频道等 预计在12月底结束 你不是必须在这个地方 迪士尼Pod及院线内容买卖 则会持续营运 迪士尼也召开临时大会 向员工宣布 12月底前终止所有在台 和在港电视频道业务 同时进行首波裁员 针对营运和广告业务 估计光台湾就超过100人 蔡大哥 你没带刀没带枪 一个人来 你敢给我要钱 其实迪士尼近期自制戏剧 收视表现不佳 让中文台版全部 在今年4月才撤 旗下串流平台 迪士尼Pod在上个季度 用户减少了400万 推测是印度和梅加的客户流失 股票也跟着下跌超过8% 观众他现在喜欢主动 在OTT的一个平台上面 去寻找他喜欢的一个节目内容 很多迪士尼的竞争对手 都把重兵放在整个 OTT平台的一个经营上面 现阶段迪士尼大概做了 相当程度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要把资源做整合的一个运用 不可思议的奇幻旅程即将展开 台湾迪士尼内部公布 将于本周内陆续通知 内部的员工后续安排 对外则是尚未发正式声明 由迪士尼Plus的公关部员工透露 是看新闻才知道 内部正开会了解来龙去脉 NCC则表示迪士尼 暴请明年1月1日起终止经营 卫视中文台 卫视电影台等六个频道 部分节目将转网OTT平台播出 TVBS新闻上面 如鸿亭一台报道 卫视中文台 许多观众从小就说看像海贼王七龙珠 而卫视电影台的韩国电影 用双语播出也是他们的最大特色 是谁 塞亚人 宇宙最强塞亚人意外现身 无论是七龙珠或是海贼王 这些都是卫视中文台 曾经播出的日本动画 经典不败也是收视保证 近几年卫视也砸重金 推出原创节目拓展收视群 我买的游戏有没有工人 好 我去帮你 你要 我帮你 人老猪猴 看谁要给你传绯闻 总比有人一年少 我会继续唱歌 欢收场好 棒 找来韩愉 吴念轩等人主演 在卫视中文台和新卫娱乐台播出 不过收视和口碑不如预期 反而综艺节目拥有一批死忠观众 那您乱躲哪里的 你浴室还有水啊 对啊 有毛巾 水箱 躲冰箱 胡瓜节目一主持就是12年 随后还会将整集上架YouTube频道 让观众免费看 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趋势 毕竟收视习惯改变 观众难以坐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 造成收视率低迷 其实卫视频道在2021年之前 是福斯传媒集团 随着被迪士尼公司收购 再加上迪士尼Plus登陆台湾 2022年迪士尼频道也终止营运 从山顶坠落的中途受到撞击 他终于死掉了 韩国电影有中文配音 也是卫视电影台的特色之一 卫视旗下频道 卫视中文台历史最悠久 1991年10月在中港澳台开播 不过1996年之后只剩台湾有中文台 卫视电影台选播亚洲各国电影 其中以韩国电影为多数 新卫HD电影台则是专播高清电影频道 而原本是卫视合家欢台的Star World 目前专播外国综艺节目 迎合各种族群的观众喜好 陪伴观众将近30个年头 未来部分节目在Disney Plus收看得到 不过观众还是惋惜 又少了个电视台可以看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 乌克兰大反共已经接连收复了 七个村庄 地点集中在札波罗热根盾内刺客交界 乌军似乎想连接到亚素海 斩断俄军的防线 而这次立下大攻的是 乌军第35海军陆战旅 俄军被他们逼到直接跪地投降 在南巴赫姆特 也有大批俄军直接器械逃亡 乌军盾内刺客 俄乌两军继续上演火炮对决 但现场乌军淡定不动 知道俄军根本还摸不清 他们所在的位置 镜头另一边 乌军早就在隐蔽处藏好抗俄神器 M777榴弹炮 以及堆成小山的弹药 随时能对俄军加大攻势 这些小村重新飘起 乌克兰国企乌军最新夺回的地区 主要集中在杂波罗热州外围 包含靠近河岸的罗波科沃 以及往东的列瓦德涅 诺佛达里夫卡和斯托罗热围等地 收复面积至少90平方公里 立下大攻的乌军第35海军陆战旅公布清理战场画面 路边除了有俄军气质的车辆外 还有战俘趴地投降 最后被乌军带走 模样相当狼狈 另外乌军也在巴赫姆特营 抵南的克列实际夫卡看到惊人景象 镜头之际大批的俄军选择放弃作战 他们一路沿着战壕离开 随后跑到附近的运河 然后逃至夭夭 整个过程全被拍了下来 乌军还释出无人机摧毁一辆俄军T80坦克的画面 并直击俄军交集的跳上坦克尝试灭火 但最后当然徒劳无功 CNN分析乌军计划把战线连接到亚素海 进一步斩断俄军阵线 前线作战失利 俄军开始召集 又乱轰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利福洛 现场一处公寓遭炸弹 击中起火造成多人死伤 乌克兰国会议员指控 俄军又炸毁了第二座水坝 俄军开始自乱阵脚 不过美军退降分析乌军主要的大反攻可能还没开始 研判现在只是多点测试俄军防线 不过乌军在南部地带的反攻计划 因为新卡货富卡水坝被炸多少受影响 尽管乌军反攻开始 但也承受一定的战损 荷兰开源情报网站指称 乌军近期在反攻中损失了16辆美制布莱德雷战车 等于美国原物战车中已折损15%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这些战损都在反攻评估之内 真正该担心的还是前线无所自从的军 片新闻综合报道 晚间的最新消息 俄国占领区卢干斯克则又发生多起爆炸 意思是乌克兰又展开新的反攻行动 磅礴的音乐 再配上壮阔的自然景色 俄罗斯国庆日影片 要对外展现在这方水土滋养下 俄罗斯底灵人节 俄罗斯612国庆日 官媒卯足了劲拍片宣传 尤其正逢乌俄战争期间 俄国大兵无疑是影片的主角 前线士兵还拿榴弹炮当礼炮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庆演讲上 也号召全民团结 面对乌克兰强势反攻夺回七个村庄 普京加强鼓吹爱国情操 他也特地在国庆日这天 前往医院探视伤兵颁发奖牌 现在传出俄军 为了阻挡乌克兰反攻 又在炸波罗热炸毁另一座小水坝 俄国官媒则公布 用学生志工到赫尔松淹水灾区 协助撤离民众和运送物资的画面 但有当地民众出来打脸 说当时撤离时 不小心遗失俄罗斯护照 结果遭到俄军追杀 究竟是谁炸坏俄罗斯大坝 目前还无人得知 前线俄军伤亡情况 外界依旧物理看花 一位叛逃到立陶宛的俄国反战飞行员 罕见接受BBC专访 提报更多俄军士气低落的案例 他因为反战 开战初期就申请退役 结果失败 还表示尽管军中立场可能不相同 但大家一致确信 前线进展根本不顺利 还有他们入伍后 领到的薪水 其实只有政府公布数字的一半 正规军都存有异心 更不用说外包的瓦格纳雍兵团 俄罗斯国防部只好找车臣特种部队签约 国会议员也喊话领袖普利格金 说爱国就不要脱钩 至于乌克兰和北约国家 关系越来越紧密 荷兰国防部长表示 最快今年夏天就能开始训练 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美国F-16战机 荷兰正准备改用F-35战机 目前有24架F-16战机 逐步转换后就能把F-16送给乌克兰 其他北约国家包括美国与意大利 以及法国与波兰都重申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波兰总统杜达还喊话希望北约盟友 在7月复会上为乌克兰加入北约 打开一条光明大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的高温持续破纪录 加拿大野火燎原 西班牙干旱导致作物欠收 美国科学家则是正式的宣布 今年的声音现象已经发生 而且还可能持续到2024 香港展出的黄色小鸭两只变一只 其中一只热到漏气躺平 有点惊讶总会泄气 太热了吧 理解理解 游客笑说能理解 因为三十几度高温 别说小鸭人都想躺平了 热到恨不得全身脱光光 泡在水里 海边都挤满了人 德国柏林六月初 气温飙破30度 这对欧洲人来说可真受不了 从德国到英国一片红通通 就连西伯利亚都热到破40度 而且还不止热 想要听见下雨的声音 南上迦南 一场高温干燥 让气候科学家指出 可能很快就会看到 发展出强声音现象 在三年的反声音现象过后 今年很可能出现声音现象 也就是沿着赤道吹拂的 信封速度减弱 本该往溪流的温暖海水 改流向了东太平洋 使得海洋表面温度升高 打乱全球天气规律 而这通常也和全球的 高温记录有关 在声音现象之下 中南美洲可能经历强降雨 澳洲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等地 可能出现严重干旱森林大火 而如今再加上气候变迁 各地的极端天气越来越明显 美国科罗拉多州六月 还在降冰雹 西班牙则是干旱到 种什么 死什么 农民是欲哭无泪 西班牙政府赶紧拨一笔 24亿美元的紧急干旱援助 而农作物的枯死代表供应短缺 天凭另一端的需求 价格就高了 买一颗芒果和洛梨要台币200块 西班牙物价上涨15%到20% 通膨巨瘦又伺机膨胀 异常的干旱对亚洲地区的农业大火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作物欠收 像是印度高温已经破43度 作物直接被烤焦 孟加拉热到小学停课 全程跳电 鸡都热死了 靠天吃饭的浓于畜牧业 难以应变气候变化冲击 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两名研究员指出 声音现象的经济冲击 往往会在数年后浮现 像是1982到83年的声音现象 在之后五年造成了4.1兆美元的损失 而近年的声音现象 很可能会造成3兆美元损失 一路持续到2029 天气热更会直接加大用电量 拉高能源成本 让通膨加剧 从天气粮食供应到经济 一环扣一环 声音现象将发挥 全球都得应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台湾的水资源算丰沛的 只是为了时间跟地区的分配不均 导致缺水议题这几年不断成为关注 而且水价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用水清洗小黄瓜 接着还要洗菜 餐厅业者备菜需要大量用水 不过这些清洗叶菜的水并没有浪费 包含洗菜洗米的水 使用完之后就汇流到鱼菜共生的池塘做储存 农民种菜就能饮用池塘水来浇灌 所以将来这个水做循环的使用 不要浪费掉 所以他们当初给我们做一个建议 那我们就在规划 所以我们挖了两个水池 一个再生水池 一个是除非水池这样 我们的洗菜 洗菜和洗油 油锅的水分开 洗菜水在我们的生态石 洗油的水分开 用白水稿去排掉 油锅我们都把它过滤掉 所以我们要回收油 近几年受到极端气候影响 中南部都出现干旱现象 农业民生用水工业受到不少冲击 根据统计全台每人每天 平均的用水量是280公升 其中台北又是高于全台的平均值 其中用水大户包含像是工业用水 还有学校以及大型的商场等等 而我们台湾的用水量 又高于亚洲其他国家 与其他邻近的亚洲城市相比 台北的用水量高于香港 东京首尔以及新加坡 用水这么高 除了台湾水价相对比其他国家低 其他国家也祭出节水措施 像是新加坡有用水量限制 只要超出 政府就会派人到府房市 提出减量计划 因为新加坡其他主要的水源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所以它是个都市型的 所以它必须靠很大的部分 海淡水或是循环用水 来供应它的水资源 可是台湾不是 我们有充沛的雨水 只是时间跟空间分配不均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分配不均 做有均匀的分配使用跟管理 我们相对其他城市用水量高 可是这个是不是不利 其实我们可以用水量 支撑用水量高 坦白讲我觉得不一定是坏事 有效率的用水 我觉得那才是善用水资源 才是真正未来的方向 台湾平均每年有 2000多毫米的雨量 但大部分都流入大海 所以换算每人每年可用的 用水量只有1000公顿 目前经济部也针对 每月用水超过 9000度的用水大户 每度加征3块钱耗水费 4月与去年同期相比 南科的节水率 有达到18.9% 最近推动的一个措施 就是在2月1号开始 开征的这个耗水费 目前会有每月用水 9000度以上的这种 这个舱商 他们就必须来缴纳 这个耗水费 那大概全国大概有 1268家左右 那这对工业来讲 他们会有助于促成 他们来进行相关的 节水投资 包括支撑的盖进 包括用水的回收 再利用这个部分 目前是减半征收 来减少对产业的冲击 未来三年后 那正常征收以后 相信更能够激励 这个舱商来加速 现在国外在推个叫做 净零用水 所以净零用水 意思就是说 我产业 我可能用的水 因为其实坦白讲 我们很多农业修根的水 都转到民生或工业使用 所以现在可以借由 这样公司协力的方式 他们在刚刚的时候 或在平常的时候 他们可以协助农业 怎么样去改善农业的 灌溉用水 怎么样避免农用水的损失 那这省下来水 其实就有可能转到 在干汗的时候 我们作为使用 这样同时可以降低 政府的财政支出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会是三赢的 在气候变迁的危机下 极端干旱已经不可不防 从农业到民生 每一环都得养成 节约用水观念 减少水资源浪费 TVB的新闻 余信翰刘军台北云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